好 我們看到今天士林看守所 又被收了 前一陣子是土城嘛 沒錯 當時我們講說 土城看守所還算是靠近台北 這個拾目所示 大家都看著盯著 哇 都敢這樣 其他地方怎樣 我想土城看守所 我那天講說一定覺得說 哼 很不服氣 難道只有我們嗎 沒多久 士林看守所今天也被收了 他主要因為之前一個女演員 叫洪曉玲 他因為這個陰暗 在那邊這個 待了一陣以後出來 居然那個所裡面有那種 其他犯人寫養墓信給他 還有很多人寫追求信 反正各種 資料怎麼會洩漏呢 一定是裡面的 把他資料洩漏給別人嘛 後來就去追查 果然發覺裡面 有這個收費的 傳達消息幾萬塊等等 現在台灣這個簡直一塌糊塗 就是說各個地方 只要你的個人的資料 最近我有聽到 你比如說到購物台去買東西 你買了東西後 他會把你的資料給別人 別人就會打電話說 你在什麼哪個購物台買的東西啊 這個我們帳記錯了啊 你是不是去把你的什麼帳戶 告訴我們我們幫你調整呢 就被騙 你去一個購物台買東西 為什麼其他會知道這個號碼呢 當然是購物台裡面的人 把你的資料洩漏出去嘛 補習班天天打電話給這些小朋友 都不知道從哪裡弄來這些資料 之前不是還要看那個什麼 什麼考試的一些機關 把那個考生的資料透露出來 任何地方 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守住秘密 我真不知道台灣到底搞什麼 任何地方它都會洩密 連那個看書桌裡面也洩密 不是這樣嗎 丁大教授 我小的時候 住在台北這個金山南路和平東 今天那叫金山街啦 和平東路 他距離那個時候 台北看書桌很近 所以那時候我們如果走金山街 走下去會看到很多的犯人 還有來種田的 我就記得我家附近有一個人 一個女的 他就在看書桌裡面當 就是一般的這個資料 哇那真是好得不得了啊 到他家來請我爸爸 所以你從小立志就有一天要做 看書桌裡面當資料 我立志但做不到 所以我只能批評他們 好不好 這個來拜託的來幹什麼的 很多人啊 這個是五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事情 我印象十分深刻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賺錢 很多這個空隙 很多可以上下其手的機會 在我很小的時候 難怪你們就發現 我要做我的資源老資源 要做看守所的管理員 結果不成 那要考試的 不是隨便人都可以進去 我講這意思其實不是在諷刺他們 這些肉歸其來有之 很久很久了 那將官花錢要買 也是很久 古代就有的事情 這個並不稀奇 稀奇的是在今天還有 但是余金為烈 對余金 今天還有余金為烈 但故事後捐官也有 但是今天搞成這樣子 主持人 原諒我講一句話 在一個朝代快要結束時 唐代的末期 宋代的末期 南明特別 猶以為烈啊 我們今天是盛世 不應該吹這種現象 怎麼能讓他去延遲下去呢 所以一定要徹查到底 就是剛才大前講的 總統已經下令 我們要做到 這道理就要設定 雷劍 那總統沒注意到地方怎麼辦 我現在最怕的是 總統注意到地方 然後他去搞之後 呼嚨一下 然後過一陣子 煙消雲散 雷大雨想 所以我還要再講一遍 現在拿出來的每一個案子 都是舊案 是人家已經查了一半 放在桌子底下 當總統發怒的時候 趕快拿出來做業績的案子 而且你看到 我就想起天龍巴布 有一句話叫做 有情皆孽 無人不苦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有事皆必 無人不貪啊 整個台灣到處 在一個開花的狀況 在他到處開花的時候 我們今天沒有談什麼事 我們沒有談昨天 在所有的報紙的 頭版的半版金頂證 去公開挑戰 開發金吃金頂證的這個案子 他們用半版 用行政院二次金改的報告 去誓死要抵抗自己的股權 那這個事情現在沒有人談了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很擔心的一點 就是大事情小事情 你用很多很多同樣重要的小事 去沖淡了你原來該去注意的大事 是在台灣很危險的一個事 但是這事情是不是絕對不能辦呢 你想想看 趙大哥您剛才講的 我們知道全世界的監理 其實就是三個原則 公開透明利益迴避 一開頭丁替雨講的是 如果你今天被懷疑 你就要請辭或是請假代調查 這是利益迴避的原則 後來你說像人事的檔案 升遷的紀錄 所有的工程的發包 採購的紀錄 就是公開透明 所以如果你謹守了 各種監理制度設計的 三個重要原則 公開透明利益迴避 容許別人去監察 去調查 包括你會計可以進去調查的話 這事情不是做不成的 在別的行業可以做得成 在別的地方可以做得成 此時此地的台灣 有總統的決心 當然一定可以做得成 你剛提到金鼎正 最近有人跟我講說 金鼎正其實也不算一個很大 為什麼要這樣去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有很多的cash 它的現金非常多 所以誰吃到它以後 現金先弄過來 好像幾十億上百億的現金 有些公司它有現金對不對 尤其營業不到 但是現金很多 所以為什麼變成爭奪的一個標的 同時我們財政部 我覺得金管會要什麼 檢調去瞭解一下 為什麼 我補充說一下 大家要去搶它的這個經營 同時我們財政部 已經修改了一個它的規則 所以證券公司 可以長期投資 或者是持有金控 所以它可以藉著 它在股市上的行為呢 去做長投或投資 持有金控 這個是我們修改的遊戲規則 好吧 馬永成跟隨美又對指了 我們看一下背景新聞 馬永成陳水扁再度對指 證詞越來越不利 陳水扁 蔡守遜問到 以犒賞清策 詐領機密費一事 馬永成在法庭上坦承 整件事情 有向陳水扁報告過 要以犒賞清策的方式 來領機密費 提供陳水扁 當作一般國務費來使用 顯示 詐領一事 陳水扁從頭到尾都知情 不過陳水扁之前 在開庭的時候卻說 犒賞清策都是無熟針在看 他從來不知情 蔡守遜再三向馬永成確認 陳水扁是否知情 馬永成顯得很為難 馬永成才說 那麼到底陳水扁 知不知道這個部分呢 我沒有辦法替陳水扁來回答 但是我的確有來 向他報告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且呢 這個馬永成還講到說 我只回答我的部分 我自己清楚的部分 但是陳水扁部分 我真的沒有辦法代替他來回答 22號的庭訊 馬永成也說 陳水扁每個月透過他 將國務費收支表 承給陳水扁 收支表上有打勾 法官確認是否 就是陳水扁打的勾 馬永成說 不然誰敢在總統的文件上做記號 而陳水扁之前 在深壓庭上卻說 如果我按月看過陳水扁的流水賬 不得好死 沒有的事就是沒有 馬先生他也是被告啦 他保護自己這個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天性啦 陳水扁的律師相當低調 不過陪同馬永成來的律師 看法官問題越來越犀利 李勝稱竟從旁踢行上 跳起來質問蔡守遜 馬永成今天到底是證人還是被告 突如其來的舉動 讓蔡守遜馬上要罰警維持秩序 扁馬再度對職 氣氛緊張 全選吳嘉惠帶券 林世宏SNG小組台北報導 好 那這個省委員 我們看到這個案子 馬永成說陳水扁按月看賬 還打勾 因為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你陳水扁原來是我的不知道 現在說你哪有不知道呢 你都打勾 而且還說這個要從官邸 從官邸頒獻金 當然頒獻金到總統府 那當然是反正搞過來搞過去 從總統府頒獻金到官邸 從官邸頒獻金到總統府 基本上就是說 你這個錢不是你都不知道 你自己有碰有勾 甚至還動現金了 你怎麼看這個是對陳水扁不利嗎 阿扁的律師其實有質問他 你有沒有看到他打勾 是沒有 但是他有看到那個勾 就打完以後的在紙上的勾 夠了吧 那今天我覺得這個阿扁的律師 就很無奈的說 那他也是被告 他為了保護自己 那理所當然 我覺得只要在合法 合理合情的範圍內 每一個被告都要根據事實 來看護自己的清白 他不能亂講 也不能亂保護自己 我覺得這是合理合情的 這沒什麼不對 但是我看 你在隨著這個安全的演變 馬永成以前是把所有的盡量 往陳政會 陳政會 那現在大概沒有辦法圓謊 沒有辦法完成這個整個案情 所以他現在就是說 不能夠 他以前避免往阿扁那邊退了 那現在就是說 除了陳政會以外 有些地方阿扁是要負責的 這樣的話他才能夠 往上推 往下推 對 往上兩邊推 他自己會得到最大的保護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那今天他講 阿扁在什麼地方打勾 或是每個月看 看那個三分裡頭的一份 他都有看過 我覺得這個非常接近 大家所假定的事實 我覺得很好 那陳政會不會因此 更難脫逃他的罪 我覺得本來最難逃脫 本來就很難 現在更難 另外還是說 犒賞青色的錢不犒賞 那陳政會也知道 這很惡劣 變成一個犒賞青色 這個 然後最後呢 居然那個錢 不犒賞 我覺得這樣子 我們在看陳政扁這概念是 一定要有一個很清楚的圖像 就是陳水扁是核心 吳淑貞是核心的核心 其他人都是 雙核心 雙核心 這個筆記型電腦雙核心 雙核心 到底是假核心還是乙核心 不重要 假以通不通 當然是通的 假以核心 兩個都相通 才會產生相成的效果 其他人都是配合的角色 馬永成 是不是 沒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 他配合的 是配合的時間最長 最深刻 可能扮演角色 也最多的一個人 那還有很多事情 他可能還沒有講完 當然法庭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斷的講 一直重複的講 一次又一次的講之後 講多了 你就會露出馬腳 就被人家抓到弊端 你就會想要保護你自己 我覺得 我覺得我對審 審這個 陳水扁這個案件 只要檢察官跟法官 能夠專心的去審 不要跟雷委員講的一樣 被一些路旁的小花小草 所這個迷惑 或者是轉移的話 我認為到最後 水落石出 而且這個雙核心 一定是難逃法網 他再怎麼去亂講 怎麼樣翻供 其他人最後 林德遜 陳政惠 所有人都必須保護他自己 因為當他發現 像李建木這樣子 隨便亂扯翻供的結果 可能是最佳 今天又犯了 他死定了 李建木很絕 從美國回來 說美國人的NO就是NO 意思是台灣人的NO不是NO 所以他第一次送錢 我說NO 就是第一次已經結束了 第二次再送 那就是籌金什麼 公務員會收三千萬的籌金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笑的 因為當政府要給錢的時候 我覺得他絕對不會用英文 絕不會講 那如果你要講 我倒是講說 男女關係 女孩子講NO 其實是YES 那不是不 不可以亂講 NO就是NO NO就是NO 這是坊間的一種講法 有的時候NO是YES 有的時候NO是NO 但是我覺得你既然提到李建木 李建木今天說回去了 因為大家節目一直在談 所以你這樣之外 你更糟糕 那昨天大家談的時候 是有一個爭議 就說他是受到貶方律師 或是海外賭派的壓力 你反悔了 因為你是承不起壓力 所以你修改了 我認為不是 我是他為了自己 所以他分共 是為了自己 那現在大家 我就嚇他 說你這樣分共的話 你自己不能面子 更糟糕 檢察官原來替他求請 需要能夠輕判一點 對 搞不好撤銷 所以他現在又修回去了 老實 我不懂說像李建木這樣 在海外搞台獨 可能也是個博士 也是科學界 才能做到這個園區 園區管理 怎麼這麼差 你們這些戰友 怎麼都這麼差 這個跟老趙講 身體好 可以翻跟斗的 海線都知道 不一定不拿錢 所以你這個拿錢 這種東西 你不能以他的職業 不能以他的身體狀況 來判斷YES 不能用革命的感情來判斷嗎 不能用革命的情感來判斷嗎 革命的精神也不行 不過他這個 上個禮拜那個辯護 其實把我笑死了 什麼我還有一個公務員 拿人家三千萬 所以那是仇謝 那不是行賄 我已經講了NO了 第一次講NO 第二次就不算了這樣 所以李建木這樣的翻供 其實讓大家都看不懂 他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出發點來思考 甚至他有沒有跟他的律師 好好討論過 因為如果他是真的為他自己 他在第一時間的出庭 他已經先認罪了 那麼已經認罪了之後 你在後續上 你又再翻供 對你其實已經很不利了 然後第二 這個說法其實很難通 我相信在美國 也沒有三千萬的籌謝金 三千萬就是一百萬美金的籌謝金 在美國有這麼多的籌謝金 三萬都不行 哪有三千萬 所以三千萬的籌謝金 我實在是想不通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出發點 他可以收下三千萬籌謝金 然後第三 他這樣的一個翻供 讓他對檢察官其實也很難交代 所以他今天就算翻回來了 其實他要如何再爭取到檢察官的支持 我覺得對你節目來說都很困難 蔡邰哥我們希望再回來